第608章 你还有力量吗 黑暗聚嘴自地底之中破土而出 以一种极其惊人的速度 在那一道道惊恐无比的目光下 一口将宋真的身体吞噬而进 而伴随着身体被吞噬 那宋真也是立刻的消失而去 为有着一大团国异的黑光 在那片半空蠕动 隐隐间由着一种 令人心机的力量散发出来 吞噬嘴 乱石之地周遭在寂静了一瞬后 终于是有着人回过神来 当即便是尸声尖叫 先前他们见到过 宋真施展那种强大攻势 但他们却是无法想象 林洞竟然也是能够将这一招施展出来 怎么可能 一片精华声中 所有的人眼中都是被震惊所弥漫着 这属于涛铁宗的武学 林洞怎么可能所拥有 怎么回事 巨石上的清风也是一脸的诧异 他的目光锁定着那团蠕动的黑光 自从宋真被吞噬进去之后 他的气息几乎立刻消失而去 那般模样 欲被吞入了黑暗之位之中 毫无差别 蓝鹰俏脸之上 同样是一片惊恶之色 他戴眉微皱难难道 林洞所施展的吞天嘴 虽然与宋真所施展的一模一样 但那波动却是格外的隐晦 恐怕这跟先前 他将宋真的吞噬之力 强行夺措有关 那林洞怎么能夺走宋真的吞噬之力 这事情连我们都做不到啊 清风自语道 我们做不到的 不代表别人也做不到 这林洞可不是什么简单人物 蓝鹰道 现在对于蓝鹰这话 清风道士不再感到不知可否 林洞能够将宋真逼到这种地步 就已经足够说明他的强大 如果他真的能够将宋真打败的话 就算是方言涅槃金榜之中 能够送过他的人 也不会超过五人之数 那也就是说 现在的林洞 差不多已是有着 能够挤入百朝大战前五的资格 以第一王朝的出身 能够达到这种地步 那能耐可真是相当的恐怖了 断石之地不远处的一树染圈 一道身影狼狈的倒射而出 最后在一块巨石之前 半仗处强行的稳住身形 一股可怕的力量 从其体内散发而开 直接是将身后的巨石 当场震得破碎而去 一声闷哼 也是从其嘴中传出 显然是受了一些伤势 就这点能耐 一道鬼魅般的身影 自半空出现 居高零下的望市者 那门横倒退的男子 淡淡一笑 俊美的脸庞之上 有着一抹讥讽之色 俊美容貌之人 自然便是小雕 而那狼狈之人 则是与其交手的宋缺 两人的交手几乎从一开始 小雕便是占据着上风 甚至连那宋缺 都不是在抱着 赢的心态 而是只想着 将小雕给拖住 经过交手 他已是明白 眼前的小雕的实力 就算是比起他 都是要强上一线 再加上其能量诡异 手段更是很辣奸诈 这等对手 以他一人之力 根本难以击败 而当那宋缺 在听得小雕 这般讥讽之言时 面色也是拥穿了 铁青之色 不过此时 他也只能打碎了牙齿 往肚里咽 等大哥将那小子解决 就能腾出手来 到时候我们联手 不管这家伙 有多么的诡异 都必死无疑 宋缺抹去嘴角的一丝血迹 眼中熏光闪烁 然后他的目光 也是飞快地 飞快地飘向了 林栋所处的战圈 再然后 他便是见到了 宋真被那黑暗大嘴 吞噬的一幕 登记脸庞上的猙獰 便是突然凝固 看上去如同小丑一般 分外的滑稽 看来你最后的救命稻草 也没希望了 小雕戏虐的道 就凭那小子 也想困住我大哥 吃神说梦 宋缺力声道 但那眼神中闪过的惊慌 确实证明了 他心头也是在发虚 不过对此 小雕确实懒得理会 他的目光看向那片黑光 对于林栋能够如此迅速地 将那宋真逼得这般境地 就连他也是感到相当的诧异 同时间 其他的一些战圈 甚至包括学影等人 都是觉察到了这般的动静 而后他们的面色 也是刹那间苍白许多 好厉害 而与学影等人的苍白面色相比 柳白等人脸庞上 却是涌上狂喜与震撼之色 好片刻后 方才有些艰难地 吐出三个字来 宋真与林栋的交手 可谓是跌宕起伏 从最开始的彻底下风 到的现在 竟是稳稳地占据上风 而先前威风八面的宋真 倒是变得狼狈不堪起来 对于周围 那众多震惊的目光 林栋却是油若未闻 他目光紧紧地盯着 那片在半空中 蠕动的黑光 别人或许不知道 但他却是极其地清楚 这黑光之中所蕴藏的 可不是什么吞噬之力 而是真正的吞噬之力 他只不过是 为了不暴露吞噬祖父的存在 故而化为 类似吞噬之力的攻击方式 而且两者波动 也算是有些相仿 模仿起来 倒是颇为的轻松 而在林栋的处事下 那将宋真包裹而尽的黑光 突然剧烈地震动起来 那般模样 仿佛有着什么东西 在其中疯狂地挣扎一般 林栋眼神漠然 并没有多余的举动 心神一动 那黑光的蠕动 便是越发激烈 那弥漫着其中的吞噬之力 也是在疯狂地散发着 被吞入其中的宋真 显然是有些疯狂的迹象 可怕的攻击 在黑光之中爆发而开 隐约间还能够听见 他那暴怒的咆哮声传出 听得宋真的咆哮 不少人面色都是微微一变 那咆哮中 有着一种穷途陌路之感 这灵动所施染的吞天嘴 难道真的棘手到了 连宋真都是闯不出来的地步吗 黑光之上不断地有着掌印浮现 所有人都是能够感觉到 其中之人那歇斯底里的疯狂状态 不过不得不说 这宋真的实力的确相当强悍 即便是露入这般险境 但在疯狂拼命之下 那浓郁的犹如划不开的黑光 竟是生生地被撕裂出 一道道裂缝 那些裂缝迅速地蔓延 最终彻地离开 同时一道光影 也是快落闪电般地 从中暴力而出 气喘吁吁地停留在半空 面色苍白 眼神猙獰如厉鬼 出来了 望着那冲破了黑光笼罩的宋真 乱石之地周围顿时爆发出 一道的哗然声 而那宋缺学影等人 也是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 看来还是你想多了 宋缺宁笑着看着小雕道 哼 是吗 小雕眉头一挑 脸庞上有着一抹 玩味般的笑容 见到他这般笑容 宋缺心头顿时一沉 而也就是在此时 那冲出黑光的宋真 却是将那阴毒无比的目光 锁定在了林栋的身体之上 那般面色远走得无法形容 没有任何的废话 宋真身形直接是暴流而出 凶悍无比的掌风 灯头便是对着林栋 填灵盖怒拍而去 然而 面对着他这般攻势 林栋却是未有丝毫的动静 缓缓抬头 目光淡漠地望着 那猙獰着脸色冲来的宋真 而后 手掌倾抬 就这般轻飘飘地 与宋真的掌风 轰然相撞 啪的一声 清脆之声传出 然而 意料之中的精神力量波纹冲撞 却是并没有出现 宋真那看似凶猛的掌风 在一语林栋手掌交融时 便是彻底消散 现在你的体内 还有着力量吗 林栋抬头 望着那近在咫尺的 猙獰脸旁 在对方眼神的深处 他能够看到 那种如同潮水一般 涌出来的恐惧之色 而后 他微微一笑 手掌之上 磕啪之力 瞬间爆发 咔嚓一声 骨骼断裂的声音 在此刻 自耳得 在这片卵石之地之中 详彻而起